再來 那一間是這樣子 那個不是兩億多的嗎 我們這邊是六分之一 我們上面有房子 我們不賣嘛 這個歐巴桑呢 就被這些人施壓 因為這都是 拥有種族的說 你就是不要賣 你要一個人害我們全部的人 各位他壓力是不是很大 所以那個仲介就跟他講說 那這樣好了 你也一起賣掉 給我們買主 我們買主再割還給你 讓你的房子留住 這差不多兩分嘛 這農地 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好不好 不好啦 各位他被我擋下來了 那個歐巴桑受到 宗族之間的壓力說 你一個人害我們全部的人 不能賣嘛對不對 你們也可以跟我分割啊 把這個六分之一割給我啊 他說不要不要 我們一起把它賣掉 然後這個買方呢 同意買到了以後 再割回來 平價賣給你 我跟他說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要兩三分 你再把它掛倒回來 房地一割 重算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這個部分 我有儲 所以我違規使用 我這尊 買的時候 未來 如果繼承 我的怕你是誰掛出來 我的土地割出來 我是救治啊 如果繼承掉 原土徵稅 都可能都重算了嘛 對吧 簡單說 我這裡買到五六千萬的土地 給小孩繼承 或是我賣掉 只交土地增值稅 繼承沒有土地增值稅 我賣給你又賣回來 不是就重新取得 不是皇帝合一歲 我跟他玩上來 我說你皇帝合一歲 要叫到八百幾萬 那你過回來了以後 你八十幾歲 用平價買了個地 買了個地 再繼承 還是皇帝合一歲啊 你看看 那種植合不可以這樣洗 我就董 說 你如果要買 你們就割起來就好了 你把我這裡割起來就好了 你買你們的 我不要買 這樣不行 怎麼就要買給他 還沒回來 他說這樣比較快 當然喔 你種植聚壇他比較快 哈哈哈哈 我還換第二歲 沒有這樣 沒有拿來補 看你要拿一千萬 後來補 懂這個意思嗎 後來我就叫他去告他分割 要把他割掉 他們就要用土地法 三十四條之一 迫使我們不得不處理 所以我們就把他給丟過回來 要拉開嗎 用這一招 賣出來再割還給你 現在很多仲介在做三十四條之一 為了保住這些不願意賣的人的房子 都會用這一招 這一招是不太OK的 因為有房地合一稅的問題 再來你的農地也是違規使用 你如果明年的國土計畫法 你統好你是依的 你就不會叮擋 如果你是一類的話 你就 你就 你房子要載票 有一點時間給你們問 老師那個地上屋 都是違章建築 它有一個鐵皮屋 土地你買一碗 鐵皮屋誰的 鐵皮屋那個是共有人其中一個的 你就買二分之一了 這個是共有人的 對不對 但是裡面有很多佛像 那個鐵皮屋的人 他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 我問你 廟裡面有神明 廟如果讓我聽他 請問神明要遷照嗎 一樣 所以這個是廚要怎麼處理比較重要 不是神明要怎麼處理比較重要 那這個情形的時候 如果你已經買到二分之一 這個房子是倚的 對不對 你呢 就用民法821加上767 告他財務還地 還還給全體共有人 有門牌號碼也沒關係 對 那現在就是說 你能不能確定是倚的 所以如果不能確定的話 那個勸祥輸啊 去的家裡搭那個勸祥輸 我們買一間家裡 都不穿穿也沒什麼 我們不知道誰的 對不對 對 我不是要寫一段勸祥輸 寫到紅帳去搭 說什麼 啊 土地我的喔 我是共有人 這間家裡的主人是誰 限你五天裡面跟這支電話聯絡 如果沒有 我會怎麼 提出 沒有啦 你們要跳出 你們這些人是誰 有啦 我有教過勸祥輸 刑事就 犯了320條 第二項的竊贈罪 五年以下的公訴罪 所以各位 我會去報案 說 告你竊贈 警察會來查你了 現在查料料的時候 我民事會給你 告你財務 繁地還有不當得利 你行政違章 我會給你報你聽 所以請你 趕緊跟我這支電話聯絡 如果沒有到時 我就會提出行事 民事行政 對不對 他要跟你聯絡嗎 不會 不叫那個勸祥輸時間多久 勸祥輸沒時間多久 那條位都要閉 złoty 那是看他要回應 你要過去 我每次去討論 得都要了 不用說 限他三天還是限他幾天 限他幾天 就不是重點 是你電話才會通 你要的就是 他來跟你聯絡 聯絡你不 就可以掌握這個人了嗎 很多地上面 不是就是寵物 這個是處理 不知道誰的建物的方法 所以包括建物裡面的東西 也是都給他貼在這邊 你就貼在外面 让他联络 然后那个第三屋跟你面上东西的人是不同的 房子拆了 那个第三人能怎样 人就不怕了 人比神还可怕 你问的问题都不是重点 你问的都问神 你看说怎么样 我是都比较怕人 当初在执行处的法官里 我们祖先没有在把我保庇 我这座房打不去 所以新煮牌子都不想抢 不想抢就说我法官抢了怎么回事 我就叫那个债权人来说 要去请祖父来 把你黏黏的黏黏的 就把你新煮牌子抢 而且我就跟他说 是你的凶孫不好 不是我要跟你充当 我是说执行公权力而已 我不定义 你忙来找我 你去找 了解吗 这是看执行的人要不要下决定了 好 再来 有一块土地 然后就是已经收了三分之二了 有过三分之二吗 刚好三分之二 这样不行 人跟持分都要跪二分之一 全力换卫要跪 你如果要算持分的要大余 这都要大余 如果刚好那不行 那超过三分之二的话 那现在这块土地上面有一个建物 查无税籍 但是有一个门牌 是 然后里面还有住的一个人 但是这间房子当初他爸爸同意让这个人住在里面 要怎么样去处理 第一个很简单嘛 就是跟他约定 你如果没土地要拿钱 房子要好 那如果他有就地起价 一样就是要照他的房子 就地起价 那就看你买买买买买了 财务也OK 那你最主要就是不要有四二五之一被他卡住 所以这个房子如果是他后来是共有的时候在自己盖的 没有经过全体同意 那就卖出来这个时候就告他 那你也可以这样做 怎么做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已经有三分之二了 你是共有人 你要买出来的时候 这个人没来 像我 我就没要处理到最后 我会叫你怎么去处理 所以你把你的地上部处理好 那你就怎么 你用共幽灵依照民法821加上767 去告他财务繁地 你先自己处理你的地处理好 然后你才用多数捷卖出来 那你只要告他财务繁地 他呢 就价格就压下来了 我再说一次 他是不是已经到三分之二 对 那你要如果卖出来的时候 这个买方他不会接受 因为我后天还要去处理 最后没法有方向 所以你就怎么 先自己处理 自己处理 自己处理 自己处理好处理 所以我自己用共幽灵去搞 这些共有人 没有经过全体同意去盖房子 你告他财务繁地 那法姨如果打工财务 他的房子他住不住 让你听他 或是家宵 你就可以跟阿家 这是这样 第二 法姨如果跟你打工 这个有末世分管 你知道这间房子的来龙去卖了 末世分管 听你没得到 我怎么 用多数捷跟买出来的外人 全部卖掉 用多数捷 看他要不要优购 你如果要优购 你拿 你如果不优购 我外人买到 我知道你这是末世分管 卖出来了以后 末世分管 你已经没了 就用买的方向 告他要购 你不一定要买到三分之二 你是先签欲 签好水 用共幽灵来告就可以了 这个 告他是 有时候也是在探路 探什么路 是不是阿公的 我刚刚不是讲阿公会吊到吗 因为阿公很可怕 所以你要用共有人去告他 房子要拆 就知道那是不是阿公的 那你将来要不要来卖给人家 这个风险就降低了 是不是你刚刚有一个 六个 六分之一的尺分的人 就是六个人 上面有地上物 假设你的地上物 是完整的 但是它是未保存的 土地是六分之一 像如果法拍的时候 有六分之一的土地是可以 但是 那个未保存的 是完整的 它是钱 完整的卖 我知道你是这样卖 对 那假设共有人 不信把六分之一 又过去了 那这样子 房子会被拆吗 不一定 现在有很多人 就是想说 我的钱没有很多 去去买房子 好 那就是市政 派那就是人家 这种法院经常 卖六分之一 加上上面的这个部分 这个如果这间是阿公的 就同属一人 他拆不了你 你OK 这些土地都要你第四 你算 那如果不是阿公的 是大家兄弟六分之一的时候呢 当初时呢 这些共有令 都开 土地使用董意书 让我去 这顶头有使用执照的 这样这块地团宿 就怎么 虽然共有 大家有开 那个 他让我 他让我脱掉了 建筑法的使造套住了 建造套住了 这时候呢 他要拆你的话 拆不了 因为这个当初有开 第三 如果当初的时候 这个没有塑造 但是大家也有同意 那你买到 你买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会变成 这间的房子打不起 那你并拿到 各位 这个情形是使用借贷 他换成别人的时候 就得来跨法院 如果他认为说 这房子很好 他不想拆你 他们纵使来告 可能法院也会说 全力滥用 或债权物全化 不能拆 但是有一种情形是这样 你是六分之一的人 你当初是没得到 其他共有人的同意 你在上面提出 我共有人是不是可以 告你听到 对吧 我本来 我就可以告你听到 我还把土地买来 我可以告你听到吗 不一样 所以各位 那这个东西通常 这种都是这样 他大概都是一个部分 不整个都去到 都是去一个地方 有没有 那你要看房屋的新旧 还有这个情形 这个是有风险的 所以你 你如果去幽阔去 你存这间房子 你就是怎么样 看你好闻或败闻 所以通常我不太会 建议去买这个 因为买这个的话 你如果派闻就要去拿去 我们就有人这样 去买也是这样 结果再去给幽阔 这怎么 拿掉 八百几万 这间大的藏库 拿去 真的不怕败买了吗 好 来 我想问一下 外币上面有一个 费货平的地方 那上面有两个 有一个费货 那其他费货 那其他费货 也是还在继承的 原始没有办 那地主也想要处理 不是要处理 那个费货的地方 来 这个有保存还是 地主的 都会保存 都会保存 那么地主有 把握它 有一间是它的 就是他们是 14个人共有这块 对啊你问他们说 这房子谁的 是共有人的 还是别人的 共有人的 共有人的 好 是阿公去的 是白人去的 是阿公去的 是阿公去的 好 没关系 三个阿公也是阿公 是不是 所以这个房子 也是阿公去的 那你现在的为难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因为你要围老 所以这个房子 你要留着 所以老师教你 因为他很老嘛 对 税籍过给你 那是不是还有一户不卖 是不是 这一户不卖 那你土地被我买走了 那你卖的这一户 你去办保存登记 因为它是建管前的 那我再问你 这两间是独立门户 还是形成一体 不管门牌 建筑物的结构 建筑物的结构 建筑物就是一个三合院 那你是从中 打这两边吗 龙虎边 你跟我说三合院 我又回去了 它从哪里切开 没有切开啊 好 我这边如果拆掉 它会倒掉 那就是 结构是不是 合一的问题 那我就把它当作 是两个独立的建物 两个都有税局 一个不卖 一个不卖 那你现在就要小心了 这个不卖的这一部分 有可能是阿公的嘛 那你土地过过来的时候 这间你可能听不掉 因为很可能它是阿公的 现在你只是还在阿公的地方 对 对 所以 所以那个地可能就是阿公的 房子也是阿公盖的啊 这个你处理不来 除非它没有经济价值了 已经都破料的等等 但是如果现在又有好好的都还在住 你有可能不可以听 不可以听 你买这块地 你没办法开放 这间箱 那个堆积可以用多数觉 然后区分掉吗 未保存登记 可以用多数觉 那就是要把这个房子 把阿公的那些继承人 那阿公的那些继承人 那阿公的那些继承人 也是土地有一部分的公和人嘛 要给他炊出来 炊出来后 看有多数觉 他要用吗 他再买一次 但是你要注意 你这个房子在买的时候 你要订多少价格 所以呢 那如果我 我不要买这个人 我用天价嘛 给你固垢下去 帝子你的帝 虽然他很好 但是不是我们的菜 放弃 如果走财团 跟房子有办法去 去土地 可以 那也是个方法 如果他们的房子在这里 那么他们不要买 你把它挂给他 我做这里 看有那么大了吗 就要看他的位置 那这个古厨 又比较难处理 我曾经处理过 就是把它拖到旁边来 房子用拖的 不要拖到中间 用油的 像火车站一样 高雄火车站不是跟油走吗 嘿嘿嘿 这个我曾经做过这种事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在这个中间 我们把油来旁边 这个土地挂给他 不好意思啊 都没有给你们下课 但是我算比较吃亏呢 对吧 如果我要下课 我马上吃 谢谢慢用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